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艾爾多戰技呢 目前我覺得比較值得課的兩個東西 一個是起航禮包 因為大祭司米威是一定用的到的 另外一個呢就是這個訂閱字喔 不然沒有掃到的話 真的會很浪費你的時間 好那至於說 這個遊戲要練六個角色 那六個角色升上去呢 你才可以把這個等級平均喔 這是在訓練影這邊 所以說呢你會需要大量的肥料 那有些角色呢 幾乎說每個角色他都升級 應該說覺醒這個地方 他都必須要吃本體 然後再吃上肥料 所以呢你沒有抽到本體的話呢 一些精英的角色就不好升 譬如說 我們知道瘟眼的這個盲尼 盲眼的瘟尼是一定要練的 但是你抽不到呢他就升不上去 那你就必須要用這個訓練營的方式 用六個等級高的然後用雞飯把它拉上去喔 所以說呢在一開始 如果說 前期的話呢有 有誰來就練誰 那你如果說星級不夠的話呢 你沒有辦法升級喔 你看 就算我這個黑鴨是一星 我最高也只到100級 那更不用說我這個完全沒有升星的 最高只有到80級而已 所以前面的話就是 這個能升就升 萬一不行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這個肥料的角色來升喔 因為肥料的角色的話 比較好獲得 他可以在這個 資源地的地方 這個資源大廳 在古代戰場這邊可以刷到 好那這個每一個放置遊戲都會有類似像 時間遠征一劍迷宮這樣的副本喔 那這款遊戲的話 他是這個冒險筆記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副本是用什麼方式進行吧 首先他說這個 這個東西他是可以重複遊玩的 然後呢 在一次探險中發現線索解決世界 所以呢 這個我以為說他是像 時光之天玩一次就沒了 不過他好像是說可以重複挑戰是不是 哇那糟糕了我就應該要趕快來解喔 因為 如果說沒打的話應該就是會浪費時間 因為他這邊沒有一個倒數時間 所以我想說這個是 解一次就沒了呢 還是會重複解 然後 可不可以掃蕩呢 不是很確定喔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一關喔 第一關的話呢 就是 一些這個鑽石 然後還有升階的精華 跟這個裝備喔 好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他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有點像是異界迷宮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去選嘛 那生命種子是什麼東西啊 可以在博主卡 浮沼中安全行走 呃 生命之種 由於浮沼中的生命完全枯竭 需要消耗這個來維繫 每次移動都會消耗1的生命之種 那遇到一些事件的也會消耗生命之種 如果說變0的話呢 你的浮沼中的冒險就結束了 然後呢 戰鬥模式 由於生命之種蘊含的再強大的再生之力 所以說如果說你完全失敗的話 你可以消耗2個生命之種來讓 隊伍完全恢復 重新挑戰 完全隨機的 喔那我們試試看吧 那這邊有個奇遇 啊這樣子我就扣1點這個生命之種了 喔 這樣子 呃 好啦同意了 這樣子 啊啊啊同意會怎麼樣 呃不知道耶 呃然後 戰鬥 他可以先讓我看嗎好像 呃故事好了 兇險萬分是個小木 好奇心 對啊我都點了當然當然是要去看看啊 我們不想讓行動機會 你是誰發生什麼事情了 喔我們需要資訊 是 但是治療後被打斷了 我只知道 這寫了 好治療在哪裡 拿過水晶球 女巫給我的水晶球 然後呢 什麼是葉之祭壇啊 選一下 應該是buff吧 線上一枚生命之種 好能量獲取 呃 我趕快獲得一個生命之種好了 好多獲5點 10點喔這麼多喔 喔這個好 欸奇遇還是故事啊故事好了 好生命之種開始動了喔 這是接續的故事 有一個關鍵道具如果找到就可以找到他的孩子 是什麼物品 藥水植物或是魔法物品 我沒有用到藥水 他沒有用到藥水 呃隨機道具好了 這什麼東西啊 喔這個是一次性的藥水我覺得 我覺得用 用處不大吧 對不對 這只能用一次嘛對不對 所以下次道具我就不要選了 到底要不要戰鬥啊 戰鬥看看好了 好有什麼不同 我們通過祭壇有地形設定 OK 好如果說沒有輸的話應該就不會消耗生命之種了吧 好輕鬆碾壓 重點是戰鬥之後可以獲得什麼喔 也是buff嗎 兩顆生命之種喔 我們再繼續看故事吧 女巫的孩子3 魔法物品 就這樣子喔 然後再來是基因戰鬥 基因戰鬥 我方能量回復 減少 所以你選的故事你就要一直選下去喔 欸 戰後獎勵 還有機遇 獲得一個隨機道具 好啦 什麼道具呢 我覺得不要選道具 因為這道具只能用一次嘛 除非是下一場是boss戰 好奇遇 喔我又要付出代價 好啦 扣5顆啦 喔奇遇是這個 提升攻擊力 好 什麼是光之祭壇啊 不過這邊有故事 好我們看一下光之祭壇 沒有走過嘛 線上一枚生命之種 欸 欸這個 這個他只要一點耶 對不對 我剛剛buff我花了5點 提升15%攻擊力 這可以疊加嗎 好 這樣子 好像是可以疊加耶 增益好像可以疊加 那我們再去奇遇好了 他會透露一些沼澤的秘密同意 如果有人有關 是跟故事有關係嗎 沼澤的治療你一定要小心 這個火把給你也許你會用得上 有的時候他自己覺得 可能跟女優的故事有關喔 我的生命之種不夠了 趕快恢復一下 然後才2顆喔 不是10顆嗎 精英戰鬥 繼續往左邊走 好 好像還蠻有趣的齁 我以為說就是打一下 然後獲得一個buff再打一下 然後然後就打過去了 還是說像那個時光之電要走一個大地圖 結果是這個樣子喔 隨機道具還是直接獲得兩個 好啦 再選一次隨機道具啊 唉唷 好 我不選了啦 道具就是下一次使用嘛 好 再來是奇遇 為這片土地 為我自己的未來 又是buff喔 獲得吸血 吸血還有選擇英雄喔 不是全體喔 全體他就會寫全體啦 然後呢還可以再選一個 全體英雄 攻擊提高45% 這樣子 哇糟糕糟糕我的生命之種 快不夠了 我好像應該 我應該多走一點嘛 目標是走到50層 這樣子不好 蓄之祭壇 好像沒有走過 又來了 阿就忍不住想要選啦 再來 奇遇 好秘密 好啦好啦 並不一定播下多少 注意自己的種子 好故事 新的故事 好啦好啦給你啦 沒關係啦 被騙了 哇要這樣 好我等一下去旅行商人 完了完了不夠了不夠了 好戰鬥 好戰鬥 等一下這個戰鬥結束我一定要拿生命之種了 那隻魚騙我啦 可是每次故事都是固定的嗎 好 好獲得兩個了太好了 直接獲得兩個 啊我生命之種快不夠了 好我們看看商人賣什麼東西喔 有沒有好東西 哇都是用生命之種耶 一次性的藥水15個 哇這誰會買呀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有人要買吧 這我可以賣掉嗎 也不行 好繼續看故事喔 美露的寶藏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不會再上你當啦 其實我應該 我應該給他 可是我生命之種真的不夠啦 不夠了 不夠了 完了完了 我生命之種不夠了啦 哎呀不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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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這些任務我都不能解了 每一個 每一個故事他 他都需要生命之種啊 所以說我在戰鬥我不要選道具喔 因為你不拿兩個東西你去花一點的話你反而損失三個 但是直接獲得啊 什麼奇遇都不要奇遇了 就直接戰鬥了 我看連buff都不要選喔 什麼消耗5點獲得一個buff 那個好虧喔 照我那些故事我都不能玩 奇遇 喔 如果翻到一點 好 沒問題 當我沒看到 對不起我就是欠 我有7顆了7顆好一點 我們來奇遇一下好了 好了為這片土地 正義感召 再選擇一個祝福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光之祭壇 夜之祭壇 好奇遇 好啦好啦安慰你啊 慢慢停止了哭泣 啊就沒有了喔 哎唷我的天啊 看來我還是全部選戰鬥好了 騙我那個生命之種的好多喔 可是這個花好多時間喔 好長喔我的天啊 直接獲得兩個生命之種 我現在我現在真的是隨機道具 這免費的吧 拒絕並離開我就沒有啦隨機道具 那怎麼辦走故事 上前檢查背包 好疫情怪物出來 打倒他們 可不可以給我個種子啊 我 我種子只剩下好像三個了吧 難道這個有課金然後讓你的種子比較多嗎 不會吧 哇這個有點難打有點難打 唉唷我上的角色好像不對耶 我可能要換個角色 沒關係沒關係 還打得贏還打得贏 你看那個大 大雞絲米威 超奶的 來看一下傷害齁 盲眼的溫妮穩穩的第一名喔 筆記產業 生命之種生命之種 來來來來 唉唷才兩顆喔 精英戰鬥 好 Fight 我換一下我要換傀儡絲 哇這個副版好長喔 因為你要拼50層嘛 可是說獎勵好像也沒有多好的獎勵齁 直接獲得兩個 喔終於有六個了 生命之種在左邊 往左邊走往左邊走 生命之種 太重要了 莫瑞甘打全體 感覺上莫瑞甘傷害會比較高 可是都是溫妮最高 生命之種 兩顆 奇遇 獲得力量要付出代價 五顆 你需要回答一個問題 我不要 到時候又是給我一個小buff了 何必勒 借他 他會加倍奉還 好了我借給你三個 好 我相信你齁 你要還給我喔 這樣子 好可怕喔 他應該會還兩倍給我吧 可是我要撐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遊戲應該要給你四倍數 因為 因為他又不能控制大招 所以 所以事實上系統在你一進入戰鬥的時候 你的那個結果就應該已經 已經算好了 所以我覺得給 給個四倍戰鬥應該也是可以吧 再戰鬥 哇敵人的buff怎麼越來越強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的那個生命之種 至少要有五顆以上 我才會覺得比較安心喔 好再來選擇 光之祭壇 這種祭壇應該只要花一個吧 一點 增加暴擊率 好啦 我們增加一點實力 到時候真的有boss打不贏喔 問號 欸 我給你三個你還給我兩個喔 你實在是有垃圾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行囊嗎 可以讓我看看你的行囊嗎 漂亮喔 他用幾個生命之種給我換這個 同意同意同意 唉唷 哇7個7個 喔 我身上這些垃圾 你用7個跟我換 哇 太划算了太划算了 好 等一下我們去打問號這個 耶 我生命之種破10個了 喔 這一個故事好 這個故事好 啊可是女巫的故事就沒有消息啦 是為什麼咧 我身上還有一個果把 他說 他說不要相信什麼 什麼這個沼澤有治療 啊後續咧 他有走了那麼多問號 好 兩個 我不要道具我不要道具 直接給我這個 好這一個奇遇 欸 這剛剛什麼意思 他又給我兩個 那這樣子我撞回來了嗎 好我再拿一個道具 唉唷這什麼東西 欸 有50%機率前進不消耗生命之種 喔有5次喔 好那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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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魂之水 有5次機會不消耗了 哎呀還是消耗了 5個我不要 我不回答 問號 還是消耗了 他又給我了 所以說這個交易蠻划算的 他給我好多 好了 終於到達50個 最終祭壇 這個十人花很強 唯一的方式跟他戰鬥 OK戰鬥吧 我身上還有10個喔 如果說碰到那個商人跟你借的話 我覺得就是借他吧 好像 路上遇到他他都會還給你 我如果借5個的話應該回收蠻可觀的 那至於那些小的故事的話 蠻困難的 剛剛那個女巫的故事就沒有個結果 消耗5點 那一種我就覺得不要 那 不知道我打不打得贏 怎麼都是0點 拜託拜託拜託不要打不贏啊 如果打不贏的話我前面我都要多走一些祭壇 就是祭壇戰鬥 祭壇戰鬥 祭壇戰鬥這樣子 你再利用祭壇 你的主人是誰 結束了 就這個樣子喔 然後 我沒有獲得大獎 所以我還要挑戰嗎 是不是故事沒有 退出 這又是什麼東西 你是誰為什麼要幫我們 獲得物品 零扇的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是有故事的喔 是否重置 如果不重置 不重置 15個 我一定要重置啊 不重置不行啊 退出 重置 所以 它不是每兩天開啟一次喔 它是 它是有一些故事的是不是 那這樣子 我的任務沒有完成啊 對啊 什麼叫傳送速動啊 我們看一下喔 暴擊傷害加85% 一個人喔 等一下 能量速度這個不錯 傳送3到6成 傳送到3到6成不大好吧 我們應該要 走一走故事喔 等一下退出退出退出 傳送好像沒有用 然後重置重置 生命之種 兩顆 然後走故事 它是金色的 女巫的孩子 驅死 好我們選擇這個 喔沒有用 還是有水晶球 好我們繼續選擇這一個 哇這個重打一次感覺很花時間啦 有跳過戰鬥嗎 沒有 天啊 是 是錯了什麼東西嗎 大獎一個都沒得到 直接獲得兩個生命之種 故事 是什麼物品 我知道了 好 好 然後 奇遇 這是暗 比較暗的顏色的奇遇 好 呃 他丈夫的墳墓 可憐人 好可憐人 慢慢停止的抽去 啊就沒啦 就沒啦 好 戰鬥 好我們繼續走故事喔 如果說你強一點來挑戰的話 你你你你你就可以不用去選那個什麼祭壇的buff了 所以我覺得角色強也是有用 欸選擇故事喔這個大問號這應該是主線吧 好然後呢我們走 走右邊好了 他說三層的都是隨機的所以路線也是隨機吧 然後呢 要戰鬥還是奇遇好了 陷阱 哇糟糕 好再走故事 我們要看故事 綠色的 這些治療的東西 啊什麼啊 看不是很懂 好我們繼續奇遇 給你一點生命之種吧 好 喔 變成烏鴉飛走留下一個道具 好爛喔 好我們 我們再看奇遇 怎麼又是這一個 怎麼又是這一個 好我再安慰他 他停止的哭泣 蛤 所以 所以怎麼每一次都是停止哭泣 然後就沒啦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痛苦的女人 不應該 不應該給他嗎 好像他就是 他就是停止哭泣而已 我不要道具 我不要道具 我要生命之種 奇遇好像都爛爛的 5個 好啦同意啦 對啊 這個5個不好啊 這個5個不好 然後我又要花 又要花一個 然後又獲得一個這個 沒有必要啊 沒有必要啊 什麼東西 他說 他說他 我們沒有幫到他 好我給你一個秘密 這什麼東西啊 好繼續 好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再碰到他 他沒有找到他的小孩 他是為什麼 剛剛那個任務失敗了嗎 我是在什麼任務撿到那個火把 糟糕了 我要把影片拉回去看 我是不是少做了什麼 所以剛剛那個女巫的任務 沒有結束 我已經都選 都選奇遇啊 奇怪 又是一個陷阱 該死 再來 好 我再相信你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就相信你 我戰鬥 大問號 我都選 我選了很多驚嘆號 我覺得那個 暗設的驚嘆號 都沒有什麼幫助 這個應該要有攻略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有攻略 光之祭壇 奇遇 哇 5個 給你 生命之量 生生不息 啊不夠了 阿勒哭哭啊 結束了 我記得我一開始 衛 衛射選擇什麼生命之量 生生不息 又重來了 好浪費時間喔 他的故事到底是什麼樣子啊 女巫的孩子 欸 我剛剛選擇不看是不是 這個我需要攻略啦 天啊 好 一開始先 烈之祭壇 全體獲得 這個 全體英雄 12%免傷 故事 這個是驚嘆號的故事 好奇心 治療在哪裡 對啊 這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處理啊 然後這個是暗的 我覺得有必要留意 這幫盜墓賊 好我選擇這個 你離開了他 我不安慰你 我們要去打這個盜墓賊 天啊我玩了 我玩了快30分鐘 我還不知道我在玩什麼 這個好難喔 這跟一般那個副本啊 有一個大地圖 然後走來走去 拿完保障不一樣 這個 這個感覺上是 是需要攻略的 你怎麼走啊 怎麼選啊 好這個 問號 有一些關鍵 道具是什麼物品 會用到某種藥水道具 所以我需要什麼魔法物品之類的嗎 好了問號 盜墓者 我們碰到盜墓者了 是不是我剛剛碰到那個哭泣的女人 然後我選擇留意他 我就會碰到盜墓者 但是呢 我要去打他 因為剛剛我的那個生命之種不夠嘛 所以這一次呢我就 我就不要直接獲得三個生命之種 我要把這些盜墓者幹掉 幹掉看看會有什麼 置換蘑菇 你想起了那個痛哭的女人 對啊 祈禦 祈禱者 他會變成烏鴉飛走 好啦 對啊他會給我一個道具啊 使用後移除所有陷阱效果的事件 很好耶很好耶 使用 喔 是不是接下來 踩到祈禦會碰到陷阱的全部都消失了 魔法道具 魔法道具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難道是在商人嗎 我要怎麼獲得那個魔法道具啊 難道是在商人買嗎 哎呀難道我要上網找攻略嗎 真的是不想要上網找攻略 想要自己玩 可是我現在真的是沒有頭緒喔 直接獲得兩個 好啦獲得一個隨機道具 哎呀這個我已經有了啊 好奇遇 我不要 5個太多了 故事 綠色的東西 噢 商人會在賣 我要找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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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有了有了有了 旅行商人 他說綠色的東西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我那個 之前按太快了 好 好 這樣子我知道了 綠色的東西嘛對不對 好我直接獲得兩個 來 綠色的 在晃 沒有啊 等一下我先不要走故事 我沒看到綠色的東西啊 這個這個 這個 劇毒蘋果 不對不對這一個 靈魂之水 是這個東西嗎 我買這個我就結束了啊 靈魂之水好了 故事 好給你然後我就被騙了 哎 這個奇遇消失了 代表說他是陷阱 因為我使用道具了 所以說這個陷阱就消失了 他就 我 他就不會再騙我了 不過那一格就 就完全不見了 他就沒有變其他東西了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那個 那個那個美弱的故事了 還會再有青蛙的故事嗎 還會再有那個 剛剛那個女巫的故事嗎 難道是這個蘋果嗎 難道是這個蘋果嗎 劇毒蘋果 不知道耶 綠色我就 我就只有看到這一個 又是美弱的寶藏 沒有啦 沒有女巫的故事啊 該死 為自己的未來 攻速增加40% 好給我們的這個 瘟尼 好我要留意這個盜墓賊 好我再給他 糟糕 我的 我的種子快不夠了 他說是商人綠綠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在他面前晃來晃去 商人可能會盜賣 哇我不懂耶 糟糕了 然後呢 再來是奇遇 問號 對 你必須碰到那個女生 然後你要選擇 你要選擇這個 這個什麼 就是 就是要留意盜墓賊 你在下一個問號 你才會碰到盜墓賊 所以你不要給他一個種子安慰他 你要選擇去留意盜墓賊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在接下來的問號碰到這些盜墓賊 那也不過只是獲得獲得一個道具而已啊 故事 我還吃到一個神秘的地方 如果你再給我一些種子 啊我不夠了 我不夠種子了 你要那麼多種子喔 天啊 啊我沒有他要的東西 啊我玩的好累喔 我玩三十幾分鐘 結果我還是不知道在玩什麼 這可能真的是要看攻略啦 好啦建議大家看攻略啦 這個要精準的走然後去計算說這個種子怎麼使用 然後你還要買對東西喔 不然這個任務 任務解不完耶 剛剛解那個美弱的任務 我身上留的這個種子就不夠 你為了那個任務的話你就不能亂花喔 不然那個解不到最後 全體英雄 這是驚嘆號的故事 殘缺的筆記本 啊 他是不是 他有三個大寶藏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完成那三個 這三個故事 現在已經是第三個故事了 第一個故事是女巫 然後第二個故事是那個美弱 對不對 所以我可能三個大故事我都沒有完成 我只是擊敗最後的boss 哎呦喂啊天啊 勉強獲勝了 好 我們再繼續看故事 所以這個已經是分支出來的 另外一個故事了 女巫的故事結束了 美弱的故事也結束了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在生命種子不夠的部分呢 我覺得或許你可以留下來 然後 可是這樣玩三次嗎 應該是有完美解法 然後一次解完三個這樣子 這應該是下一個故事了 他是說 他是說到達第一顆枯樹花 我們已經避開了 特德 去了右邊 他們應該會找他們走右邊好了 好我走右邊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啊 使用後下一次獲得的生命之種 翻倍 奇遇 不要 我都快掛掉了 翻倍 使用 然後呢 有沒有 我沒有他要的 菁英戰鬥 阿呦天啊 我要查攻略了 我覺得 我一個這個 任務 都沒有完整 美若看起來你至少要 至少要死幾顆生命種子 好 OK 我覺得應該 這一次又失敗了 對呀 這種小奇遇都沒有什麼意義 都沒有什麼意義 暗色的 這些都沒有意義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大問號 問你通關50層 挑戰 在這邊 女巫的孩子美若的寶藏 殘缺的筆記本一個都沒有完成 所以就不用打 就直接退出 找攻略 找攻略 那到時候既然是找攻略的話 那就 那我就不重打 反正就是玩一次這樣子 那我下一個影片呢 就會用這個 有攻略式的影片 然後去錄完 不然這樣子的話其實 大家看的也是看的很浪費時間 那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需要看攻略的 我也說像那種 就是一般的遊戲啊 就副本嘛 大不了走一走卡關 重來一次你就會走了 哇這個不行耶 這個 我玩了三十幾分鐘 我還是不知道說 正確的這個走法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